農委會日前公布全國遊蕩犬隻的數量調查結果 花蓮縣有將近6000隻 比前年調查是減少將近有三成 縣政府期望透過絕育 可以讓流浪犬貓數量逐年遞減 今年也向中央爭取到400多萬元經費 從即時起到12月20號 要免費進行犬貓三合一的巡迴活動 包括了結紮、狂犬病、疫苗注射 還有晶片植入 農委會調查 花蓮縣109年度 在外遊蕩犬隻數量約為5975隻 较107年減少2192隻 但各地遊蕩犬仍對民眾的生活和環境造成衝擊 花蓮縣府農業處表示 唯有透過絕育解決遊蕩犬貓的問題 於是今年爭取中央經費補助413萬元 由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規劃執行 免費進行幸福犬貓三合一絕育巡迴活動 即已起至今年12月20日 高橋動物醫院院長殷弘元提到 今年特別針對街貓 能以剪耳代替晶片登記的方式來執行 如果各位有在餵養流浪街貓 那部分的結紮縣政府也是有補助 而且它可以用剪耳的方式取代晶片 也就是我們手術過後 只要傷口愈合之後 我們可以原地放養 但是耳朵上面要做個記號 免得將來又被其他人抓去再做一次手術 這樣子它要再被麻醉一次 再做一次手術 對動物是傷害比較大 原則上犬貓的年齡有在五個月以上 從出生開始算五個月以上的犬貓 都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不管公狗公貓母狗母貓都可以 那只要他們的健康狀況正常 結紮的部分呢 因為需要麻醉進行手術 所以必須要在麻醉前 大概六到八個小時要先空腹 那結紮之後呢 傷口的照顧大概需要五到七天的時間 所以各位的犬貓 如果在做結紮的評估的時候呢 一定要將手術後的照顧管理的工作 也要把它考慮進去 犬貓散合疫絕育計畫 包含晶片施打 犬貓絕育 狂群疫苗注射三部分 若需購買頭套 止痛消炎藥 數前各項檢驗 需另外付費 四組需涉及花蓮前年滿20歲 犬貓需滿五個月大 且未接受過結紮手術 有符合資格花蓮鄉親 可洽詢合作的花蓮市高橋動物醫院 和玉里和平動物診所 四組也可至鄉鎮公所登記 或聯繫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保護股 動物醫院會在擇期 前往偏鄉地區巡迴協助 記者蔣邦彥 花蓮市報導